我们来看一下周五的美国股市 由于苹果的心机高阶板预购热落激励的科技股 周五的时候美国的Nexus指数上涨了2.11% S&P上涨了1.53% 道重指数上涨了1.19% 一整周分别上涨了2.66% 4.14% 3.65% 为什么 第一个大家已经接受联准会应该会在这个月份升息三个基点 0.75% 而在下个月份的时候可能升息0.5% 因为预期欠在全球经济衰退 通货膨胀可能核心指数开始往下走 通货膨胀不会再上涨 所以整体的美国股市开始出现了主体的现象 但这是不是真实的 不一定 有的人在看法是随着经济的大衰退 各企业出现大幅的获利衰退 很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抛售潮 最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全球经济指数是航运的指数 全球航运的指数呢 各种航运价格大跌了60% 这是非常惊人的 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所看高的港口阻塞 没有工人因为疫情所出现的状况 现在反转了 为什么 因为cargo没有人订 没有货品 全世界各种货品呢 出货的状况都非常的疲软 因为经济开始需求衰退了 在经济减缓的预期之下 很多事情开始改变 首先我们先来看 随着大家认为联准会应该已经升息 所以美元相当的强 然后之后升息可能剩0.5% 本周美元指数下跌了0.48% 另外一个原因是欧元本周欧洲央行 自欧债危机以来第一次一口气升息了三码 所以美元指数本周下跌了0.48% 黄金上涨了0.35% 而欧洲历史性的升息了75个基点 会降通膨欧洲不息衰退的风险 这是欧洲央行 而这经济可能会明显的恶化 欧元到目前为止 虽然本周上升 可是今年以来对美元汇率已经大跌了11.68% 英镑也大跌了14.36% 更重要的是我们来看日元的部分 日元是贬值最多的货币 贬值了23.8% 日元的贬值让日本的企业 可能会愿意回到日本 在当地的趋势 这是日本现在所需要的 但是日本贬值有一度 使它贬到144日元的区间 基本上现在日本的通膨还保持温和 这使得日本央行认为 他们可以忍受日元的疲软 所以日元到底贬到什么程度 也没有人知道 寒款在今年以来贬值了15.76% 新台币贬值了11.77% 人民币贬值了8.97% 虽然中国大陆这个礼拜希望阻止人民币的贬值 而使中国大陆的人民币贬值的消息 变成全球重要的财经消息之一 但相对于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这几个国家的货币来看 中国大陆的人民币贬值并不是最严重 最严重的是日元的部分 大幅贬值了23.8% 那么整个全球的各方面的警告 就是强势美元可能会使得很多外资 就直接的会抛售其他国家的股市 因为当这些货币贬值 他购买这些国家的股市的整个股价 也等于是在全球的估值里头是大幅降低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能源的价格 能源的价格在本周跌破了一桶90块钱 在纽约原油价格是86.79% 布兰特是92.87% 天然气也跌幅7.6% 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供给增加吗 不 是需求减少 因为经济开始放缓 过去我们用放缓两个字 现在其实很多都已经用了衰退 就是经济出现衰退的迹象 所以能源价格开始修正 在半导体的部分 首先是今年下半年 三星认为晶片的需求前景暗淡 而且整个下半年会陷入困境 目前到明年都看不到付出的势头 这是彭博社的报道 也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但台积电本身在大阪准备设立 日本第二家研发基地布局全球 但整体来讲 在这个礼拜的半导体 仍然是整个股价是上升的状况 本周Intel上涨了0.77% 而拜登特别到了Intel新的厂 在Ohio的新厂特别参加迫图 他说Made in United States 从此开始 另外台积电本身上涨了0.78% 而三星电子也在他的预告 获利衰退情况里头下跌了3.61% 高通继续上涨了2.78% Navida因为上个礼拜被美国商业部 一度说不准出口到中国 后来他立刻的返游税 商务部就同意批准他 本周股价大涨了5.42% 今年以来半导体的股价还是修正的 Intel大跌了38.91% 台积电大跌了32.23% Samsung大跌了37.72% 高通跌幅27.79% 回答更是大跌了51.08% 待会回到文切的世界财源周报